尊敬的周主 各位领导 来宾 我非常荣幸地登上首途的讲坛 报告我的一点心得 我非常高兴 也非常惶恐 为什么高兴呢 因为我更愿意面对面地与读者观众交流 我感觉这比通过电视这个媒介交流更好 因为电视它受播放时常的限制 好多内容录好了也得掐去 所以我书里面的内容在电视里讲也就是50% 当然书里面的内容是更丰富一些 所以我愿意这样面对面的交流 感觉比在电视上交流好 但是不上电视 怎么能有机会到首途的讲坛上来呢 所以就得上 非常高兴 为什么黄恐呢 说来话长了 自从10月21日央视预告光绪播出的那一天起 我就开始黄恐 央视的预告片说我是武登百家讲坛 无疑在百家的主讲人里面能够武登的亮亮无奇 但我自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 您想以中国这么大 学问比我好 表达比我强的非常多 这不是我谦虚或客气 您说是不是这样 我凭什么武登呢 无疑答案只能有一个我恐怕比较兴许 还有央视的预告片预告说我是青史专家 幸亏他没说我是青史大师 要不然的话我在学术界里就没法混了 我感到非常惶恐 我充其量勉强可以称得上是晚青史的专家而已 青史是一座大山 我们中心一生不能穷尽他的一草一木 我不过是在某些方面多读了几本书 多思考了几个问题而已 不敢自诩是专家 央视说我是专家 可能是为了激励我 当然大家知道光是是皇帝 提起皇帝一般人的脑海里 立即就会浮现出北京市中心那片金碧辉煌的宫殿之海 就会联想到忠明顶时的副位 联想到后宫如云 嘉丽三仙的神秘 以及众星旁月 高市阔步 直点江山的潇洒和风流 但是这一切跟光绪一点关系都没有 自从四岁的那一年 到某一天 光绪呼喊着被抱进了殷先生的子弟层开始 直到三十四年后 在一个殷先生的帮忙 他不明不白死在灵台为止 他度过了人世间最为凄惨的一生 光绪是四岁进宫当皇帝的 十几年龄三岁半 这么小一个孩子离开了父母亲人之爱 在人际关系冷漠虚伪的公平里边 饱受慈禧的和氏太监的白雅 过着忌惚保一顿的生活 所以光绪是在孤独和恐惧中 度过自己的童年时光的 大家说长大不就好了吗 长大你不就是明国其实的皇帝了吗 所以先受点苦 苦尽先来了 其实不是这样 光绪长大了 懂事了 他脑袋顶上有两座大山 一座大山是慈禧太后 他名义上的马 他的羊母 另一座大山就是王朝的晚期 什么是晚期 就是已经扩散了 没劲了 大家知道 学中国历史 有一个王朝更迭的周期性现象 所以学中国历史 你得会背 王朝顺虚的表 也就是说啊 任何一个王朝 都要经过兴起 鼎盛 衰落 灭亡 这一过程 这一过程就是 王朝盛衰的周期性现象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出现 王朝盛衰 轮回的周期性现象呢 这是另一个问题 我不想咋开始讲 我想要强热的是什么呢 历史的车轮 一旦运转起来之后 是存在着巨大的惯性的 当王朝属于上升阶段的时候 不管谁干都错误到哪去 相反 一个王朝已经注定了 衰亡的命运的时候 也不是人力所能挽回 光绪就住在这么一个大头上 他不甘心沉沦 但是呢 他想奋起救国 那前天还得他忙 自己才好同意 所以呢 光绪在交流和困图当中啊 过着自己的 那个非常苦闷的生活 所以大了 他也没有享受到 皇帝带给他的这种光 当时的问题非常多 非常多 你比如说立志腐败 国家机器运转不灵 把皇帝气死都管不了那些贪官无力 你比如说土地其中 社会财富分配不均 比如说经济危机 国家财产肉不服输 比如说农民起义风起 社会动乱连绵不断等等 当然任何一个王朝的往期都免不了这些事 不光光绪例外 但是光绪真例外 他例外在哪呢 他不仅面对中国所有王朝晚期的共同的难题 他还面对着史无前例的难题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企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次发生清华战争 中国屡仗屡卖 可见清王朝这条破船 千双百肚的破船 到光绪这个时候 就等于说是开进了惊讨骇浪的好望角 搞不好立马翻船玩玩 那可不开玩笑 所以光绪皇帝 哎呦 为王朝的命运 有的时候急得转转转 有的时候在朝堂之上痛哭流涕 皇帝没有任气 他是终身制 他还可以传子孙的 你搞得好 世事子孙都是皇帝 搞不好死不仗身子的 不能不哭吗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清朝这条破船 没在大西洋里翻船 反而在家屋口的大东沟翻船了 怎么回事 哎 我说的就是甲午战争的惨败 甲午战争里面有一场黄海海灾 又名大东沟海灾 关于这场战争闲言后果呀 大家都了解 我也不展开镜 关于这场战争我想要四点 第一 败得最惨 惨到什么程度 被人摁在地上打 打得满地早呀 无还手之力 大家知道晚清时代 国家多势 外败不端 外国列强打上门来 平均十几年就一场大战 但是在鸦片战争中 还有一场山源里抗应的胜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还有一个大骨口大截 在宗法战争中还有一个震荡官大截 相反在甲午战争当中 我们除了挨打就是挨打 没有取得一个局部的短期的战意上的胜利 然而打得简直就没有完手之力 败得最差 第二是代价最大 赔款我们赔给日本两亿两白银 以前中国历史战争赔款总和加一块 还没有两亿两 我们凭什么给日本两亿两 不给不行啊 代价非常大 割地就面积而言不算是最大的 但是要讲复数程度 实际险点台湾多复数啊 更给日本了 讲战略价值之高的土地 辽动办法怎么办 各别人是办法了 没有办法 所以代价最大 第三个大家要知道 甲午战争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洋运动之后 最后打出这么个决结果来 过去我们没有洋墙洋炮 没有军舰 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 还没人给打成这样 我们中国人这颗心包两个饭 第四点大家要知道 我们中国要败给英国法国 我们还心得于平衡 我们偏偏败给了被我们轻视了一千年的日本 我们中国人不平衡啊 中国人从此产生了一个无然力 如意的色色 我们中国人从此产生了一种无然力 如意世界的羞耻感 我们不平衡 我们平时跟日本给打败的 当然四年以后我们中国就平衡了 因为在宇宙大连这个地方日本人把欧洲的一个贤国叫俄国给打败的 脱出败其实就平衡 我感觉日本的陆军应该是世界列强陆军当中的一次罕见的部队 我们清军跟日本的那个陆军真是没法比 怎么没法比 别说清军比不连 连后来的俄国的军队都比不上 日军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这一支军队有一支价值观 什么价值观呢 这是从军观到士兵他们认为战死最光荣 战死就成审 这麻烦了 千军一想他们就想要死 跟你玩命 清军士兵有良强颜炮 但是体制没变 当兵都是掏钱花钱在打战兵的 平时长官欺压士兵 士兵和军官的矛盾都是很深的 到了战场千万一想 士兵想着自己怎么保兵 长官想着自己怎么保兵 所以这掌声是没法的 没法的 当时光绪皇帝受不了了 法师要振兴古老的分国 法师要救亡屠纯 他痛苦流血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戊戌变法 出现了戊戌变法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 戊戌变法是光绪皇帝一生命运的作者 从此他跟自己派后的关系彻底恶劣了 本来他们娘俩以往就经常干战 大家对光绪皇帝可能这个问题未必注意 光绪这个人个性十足 他跟他那个逆来顺受的爸爸一宣布一样 光绪像妈妈 而光绪的亲爸爸是慈禧的亲妹妹 所以光绪跟慈禧有庞系血缘关系 他藏了慈禧的养子那可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娘俩真家贵卖卖卖 经常为点小事就干 但是儿子跟妈不得名这事啊 古往进来都不罕见 如果不是大的原则问题 不会结成死结 那么戊戌变法就导致他们关系的破裂 光绪皇帝在被囚禁当中呢 又过了十年 光绪皇帝我感觉他自己也有他应付的责任 他先起戊戌变法豪情万丈 想改造古老的中国 但进展并不顺利 在光绪看来 无疑是慈禧阻挠的结果 慈禧阻不阻挠呢 这个问题很複雜 我负责你说慈禧要阻挠的话 戊戌变法别说进行一百零三天 三天都进行不了 别说发布一百多条证明 一条都发布不了 所以慈禧是不是就阻挠变法了 这个事其实挺複雜 我们不好说他一开始就肯定法变法 作为王朝的统治者 他何尝不希望王朝振兴呢 但是 作为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 又不能不涉及到权力分配的问题 那么慈禧是一个把权力看成是生命的人 其实不光慈禧把权力看成生命的 所有专属统治者都是如此 专属统治者把这个权力都看得跟生命一样 所以你动他的权他跟你玩命 哎 其实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啊 别说慈禧阻挠 慈禧就是不阻挠 慈禧变法都不可能一帆通顺 因为你不走 他还有底下的官员才要阻挠 大家知道啊 变法它属于改革 改革呢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我今天上午还跟他们讲 我说改革实际上比革命的难度大 我们中国近百年选择了革命的道路 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比较容易的道路 为什么呢 革命就是把这个权力给它掀了 它只有一个敌人 而改革呢 是要把这个权子上这个坐式重新调整一下 让大家还能够接受 改革需要化解矛盾 需要运用政治智慧 光需这场变法它有什么问题 一开始进度太快 进度太快 大家知道啊 你变法的进度快 反变法的势力 反弹的力量就大 它要慢一点 是不是反弹的势力也小了 光需急啊 急于要救国 其实中国的事不是你早急就得解决的 那么它急于变法 然后顽固派呢就出来祖堂 自己 对不起 光需利用他的皇帝权文 一下子就把很多王派官员就给撤职了 一路到底 自己当时就活了 为啥呢 这是我安排的人 你凭什么给撤了 眼里还有没有啊 啊 所以他们俩的这个矛盾呢 它越来越激化 另外呢 当时真巧了 世界上无巧 不成熟的事真多 日本的政治家 伊藤伯文到中国来 维新派就给那个光绪出主意 因为伊藤伯文是日本的维新派的领袖 曾经主导了日本的改革 建议光绪把他领悟下来 光绪也动心了 这一点也加速了慈禧法动政变的步伐 我想啊 纯秦王一宣 如果九泉有之 他真该后悔去建那个什么伊藤园 挪用海军经费建伊藤园 本心是把光绪跟慈禧分开 然后光绪执政可能会顺利一点 慈禧不会人家指头发脚 他毕竟有一段距离啊 但是我感觉 一选建伊藤园 造成了北京出现两个政治中心 一个是紫禁城里边的光绪 再也是伊藤园的慈禧太后 他们两个人之间相对 他不大拼气的 反变法的人成天往伊藤园跑 跟慈禧哭 然后呢 控制皇帝的这个总统的不是 那么慈禧的忍耐 终于突破了极限 于是呢 就回到紫禧城 控制光绪地 那么这就是戊戌政变 把变法给他扼杀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 光绪的命运恐怕还不会像后来那样走 谁想和慈禧发动政变 软禁光绪这个举动呢 把袁世凯给惊了 袁世凯以为机密泄露了 就是我们中国史学界的长期有一个误解 说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 后来史学界取得了个共识 是慈禧告密 说错了 是慈禧发动政变 导致了袁世凯告密 康又为托袁世凯 让他出兵为一个圆 哎呀 这康又为啊 就整个小儿科的这些东西 他把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想交给袁世凯 袁世凯怎么着 袁世凯在天津 他以为机密泄露 自己如果不表态 怎么不管呢 于是就把这个政变的内情呢 就就就就向荣禄报告了 荣禄转告自己 事态顿时升级啊 你说自己是这么想 啊 你们害得这么一手啊 唯一和人要把我杀掉 他怀疑光绪是主谋参与者之一 那么光绪的命运呢 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就没劲了 慈禧 慈禧施以光绪自杀 威胁要废除他 把他心爱的真妃秘密猝死 光绪的残门法言 逆来顺受 身穿破面啊 像代诀之球那样 度过一个又一个黄昏 迎来一个又一个 胆战心惊的不眠之一 所以你看那脸啊 最后就决裂了 慈禧想废掉光绪 遭到国际列强的反对 慈禧气急败坏 居然利用一和团对抗洋人 导致八国联军侵华 中国几乎到了王国的边缘 最后签订新丑条约差 勉强维持了他的统治 那么至此 清王朝也陷入了万劫不符的深渊 可以这么说吗 清头条约的潜定 清朝垮台的命运就算铸成了 你看这本年俩 一系列纷纷扰扰 是是非非 最后导致了什么呢 导致了一个大王朝命运的终结 虽然他们死的时候清朝还没亡国 但是清朝这个破车已经往深渊里面开了 无可忘回了 接下来我再说一个问题 上面我是分几个节点把光绪和近代中国的问题给捋了捋 下面我说一下关于光绪皇帝的死 光绪皇帝的死 戊绪正变之后啊 光绪皇帝忍辱偷生地又活了十年 那么在1908年10月14日的晚上六点吧 在中南海迎台的寒院殿宴下来 最后一口气是38岁的年龄 那么近百年来啊 中国史学界对光绪皇帝的死呢 是两种看法 一个是被毒杀 再一个呢认为是正常死亡 正常死亡 总的来说 普遍倾向于光绪是被毒杀 人们普遍怀疑慈禧及其帮凶 害怕光绪在慈禧死后重掌政权 重返前岸为此痛下杀手 半年间啊 这类说法不进而走 广为流传 谋杀的嫌疑人呢 有袁世凯 慈禧 崔玉贵 李莲莹等等 其实清朝皇帝在也是安全 医疗保健方面 有一套非常非常阳格的制度 人们怀疑袁世凯 谋杀光绪 那是一种猜测 应该说他身为大臣 没有接近皇帝的机会 他没法下手 如果袁世凯想下手的话 也只能买通看见下手 像李莲莹 崔玉贵这些太监 当然接近皇帝比较容易 但是要不奉旨意呢 也不是随便就可以接近皇帝 更何况 李莲莹这个人呢 跟光绪的个人关系还不错 慈禧太后一生啊 用了两个名声特贺的太监 一个是安德海 一个是李莲莹 这两太监是两种类型 安德海比较外向 他东北话说比较嘚瑟这个人 那么李莲莹比较内敛 比较内敛 而且八面玲珑 那么在慈禧迫害光绪的过程中 李莲莹暗中 还是给光绪不少的帮助的 光绪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若无李安打 我活不到今天 这句话是出示光绪的一个亲信的记载 可见应该还是可信的 可见即使光绪上台 从班前案也跟李莲莹无关 所以他应该没有 谋杀的可能性 那袁世凯不大可能 李莲莹不大可能 那么其实啊 光绪如果死于毛沙 祖毛元凶只能是慈禧王太后 因为按照常行推断 如果没有他的允许 他的命令 一般人不仅没有胆量 也没有条件下这种毒手 慈禧者当然慈禧不会去下毒 这个时候慈禧病得挺厉害 什么病呢 就是坏肚子 利己 他也起烦也费劲 那么知名者很可能是 吹禧把太监 因为在庚子年间 吹禧不就奉旨杀了真妃呢 以此类腿 那当然吹禧的嫌疑最大 在此啊 我们应该强调一下 毛沙说属于猜测 并没有过硬的实说依据 应该是一种基于情理和既往事实做出的自圆其说的判断 在上世纪的八零年代 光绪皇帝的死因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数 那是1982年 那么第一历史答案馆的专家和我们中国综艺研究院的专家 他们研究了光绪的麦案 在亲公答案中还真巧了 光绪皇帝的麦案保留最完整 最完整 那么 就研究这些麦案吧 那么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所认为符合病情养尽的规律 未见特殊异藏症状出现 因为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合并急性感染死亡 未见中毒和其他伤害的真相 所以光绪死就被定论了 正常死亡病死的 可能是肺结核这一类病 但是没有抗生素就死了 光绪死被定论了 正常死亡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在2008年11月光绪皇帝 逝世100年的时候 国家庆史别章委员会的专家 会同什么呢 清晰灵文馆处的专家 会同央视的 庆史纪录片摄制主的专家 会同北京公安局的专家 会同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反映堆工程研究所的专家 开了个发布会 宣布光绪皇帝死于极性身中毒 什么神呢 就是皮酸 极性身中毒 那么就因为他杀呗 所以光绪的死到2008年 就给定性为是极性身中毒 要慢性身中毒 一般不是他杀 可能吃药的过程中 也会摄入一些身的元素 那么极性的话 那就是应该是他杀 因为啊 他们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 对我们保留的光绪皇帝的头发 骨折 衣物 就是下葬的衣物 在这里插一句啊 光绪皇帝是1908年死的 但是他生前没有见灵寝 没见灵寝 所以呢 他的灵寝得现现 大概是1913年 灵寝进宫 进宫之后呢 光绪入札 在上次级30年代 光绪皇帝的灵寝 被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盗绝 光绪的遗体从棺材里拖着扔地 扔地了 那么在1980年代 国家广告局让星西陵呢 去清理光绪的地宫 于是呢 把光绪啊 遗体呢 又从地上捡起来啊 又放到棺材里了 但是放在过程中 把他的头发 一些衣物 还有几块骨头就没放进去 然后这关绪就疯了 就疯了 那么这个骨骼呢 在80年代拿出来 放到库房里 那么可以提供给检测 用高科技手段 检测的结果是 光绪头发遗骨里边 含深含量 超标到惊人的程度 他有很多数据 我不太懂 我不懂 不是不太懂 我都完全不懂 他说应该是正常人多少回多少回 那么是不是很惊人的 很惊人 那么光绪死不就定论了吗 即兴神中毒 那即兴神中毒那不就是他杀了吗 那么光绪的死因就此就获得广泛共识了吗 我感觉事情也不是这样简单 我去年讲谱仪的时候 那时候顺利光绪之时 我就简单地采进了庆祀边 那我也会发布这个结果 就是毒杀说 哎呀 今年我就又琢磨琢磨 我发现这个问题还不能简单 就定性为即兴神中毒 我就想啊 想啊 我想我是自打耳光呢 还怎么能 后来决定就自打耳光吧 啊 去年我简单采信了 我今天就决定自打耳光 我认为光绪之死啊 我是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还不能够认定 还不能认定 有些环节还没得到充分的解释 不能做定论 我在书里边详细地写了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感觉你要说它是即兴神中毒的一个 最大的问题是啥呢 是光绪的卖案里 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啊 你如果认为它是即兴神中毒 你就需要把卖案里这个问题给解释清 或者说卖案是假的 因为光绪临终嘛 从病重到逝世 每间医生几次前来诊识啊 都有详细的记载 卖案就是诊断书和病例啊 那里面不仅没有呕吐 腹泻之类的神中毒症状 反而还有八九间不解大便的 相反记载 你怎么解释呢 你怎么解释呢 大家可以怀疑 卖案被伪造或创改 是吧 因为他医院要看自己的脸色嘛 并且在乌西正边后 他也曾经伪造过光绪病重的卖案 但是我感觉光绪临终的卖案被创改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故宫不是故宫某 是第一历史党案馆的苏建福先生 他也认为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 他甚至说得很决断 但是绝不可能被创改 他说不可能被创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光绪病重 跟凭空捏照不同 这个时候光绪确实病重 治疗在积极展开 因为发布狱子 让全国各地推荐医生 让全国各省去送药材来 有些药材只有广西产 有些药材只有云南产 让他们往北京送 那么治疗在积极展开 给皇帝看病 那何等正宗的一件事情 他往往是好几位医生 同时在场来看 还有王宗大神内武官要陪同 看完了之后呢 退到另一个武官干什么呢 会诊 即使广义反复斟酌 才落笔写成呗 写好之后送给皇帝看 你就想改那么容易 当时光绪的治疗已经展开了 医生有十多个 有中医 有西医 有太医院的御医 还有各省举荐的临时效力的医生 你想操纵这些人改卖案 谈得何容易 更何况光绪死了二十小时之后 慈禧就去世 你想想 慈禧就去世了 三年后清朝王国 改朝患来之后 这些医生全活着了 他们留有日记和回忆录 来讲他们给皇帝看病的这些经历 你想给皇帝看个病 那对医生来说 那是多荣耀的一件事 当然没看好 后来死了 如果有创改伪造卖案的情况 他们很难被继续掩盖 至少也会透出些诸师马迹 在这毒沙桌跟秦离也未必吻合 未必吻合 整个时候未必吻合 您想戊戌正变之后 光绪出于慈禧的掌握之中 大十年之久 还不说随时可以把它置于死地 这个时候已经病入狗黄了 不过多时间而已 还有必要做这种良心不安 天理难容的够胆 过去都没啥的 你现在都这样了 至于大家认为慈禧害怕自己死后装剧 因为法案这种说法也未必就讲得通 因为法案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 那是好像觉得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 但它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一个常规 哪一个王朝哪一个皇帝 上台之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法案 再正常不过大事了 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严重 哪都惹不法案 康熙死了那雍正上来的法案 雍正死了 乾隆就犯了 乾隆死了 上午死了 下午他那宠城和尘就给装归了 家庆死了 道光把这个军机处全给盖住了 道光死了 咸锋上台把道光的军机处也给盖住了 咸锋死了更了不得了 咸锋封了八个顾名大臣 让慈禧给毙了上 所以法案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规 没啥了不起的对年代的统治者来说可怕的是什么 是死 而不是死后被烦 因为死都死了 还管他发不烦 两眼一闭 杀罗欺负 哎 烦不烦 更何况 咸锋在光绪临终的时候他离土一为地 让宰坊设政的时候 咸锋根本没想到自己能死啊 人家告诉宰坊说 所有军国政是西比安玉知迅是柴舵是铁 咸锋根本没想到自己能死啊 这更没有必要 另外 我就不说了 书上写的比较详细 我就不说太多了 我不是说光绪肯定是正常事嘛 其实光绪之死是我的一个遗憾 因为百家的编导演跟我说 我自己也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从光绪的悲剧命运的塑造来说 我们最后讲到他死 讲到他被人杀掉 更合逻辑一些 我要是写小说 那光绪肯定是被人猫杀的 但这个史学作品 它多少要有些依据啊 我们要思考 所以我最后讲到那的时候 百家那编导也挺遗憾 他说最好是光绪被自己杀死 这样符合这个人物的身份和命运 我说我也是这么想必 但是我把我的道理摆一摆 最后百家那编导说 那就按你的说吧 按你的说吧 我不是强调光绪肯定是正常死亡 或者是肯定不是被毛赏 我是要强调什么呢 光绪之死的一些环节 至锦上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他死亡的真相 但可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最终的证实 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 没有办法 无论如何 光绪不管是死于什么原因 都是慈禧迫害的结果 都是慈禧迫害的结果 一个人活了三十八岁 在位三十四年 自打几身起就均临天下 但是一直是处在慈禧的阴慰之下 没有体验过君主的威严权势 不仅没体验过君主的威严权势 就是恐怕也没吃过几顿饱饭 算他喝巴烂烂 也没有什么爱情生活 运玉鼎 我在电视里经常提运玉鼎这个人 我说运玉鼎啊 在光绪死后溥仪继位的时候 举行登基大殿 运玉鼎就在那个登基大殿上 他在那哭 他一边给溥仪行李一边哭 他就讲了 他说我们的先帝 一辈子没有享受过母子之亲 夫妻之爱 兄弟之情 君主之伪 他说平民百姓那点哭 他一点都没想到 君主的哭他更没想到 所以他在那哭 正直奋发九回的状元就杀手人寰 那么命运令人额腕叹息 我下面说一个最后的问题 就是我们对光绪的一生这个悲剧 做一个分析评价 我们这个书上啊 这个《腰增》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我说他是一位失败的皇帝 但是一位失败的英雄 当皇帝达到光绪这个份儿了 还不算是失败吧 那简直是失败的 那失败的就太惨了啊 光绪皇帝一生悲剧 他的失败 我感觉他是来源于慈禧的迫害 换句话说呢 从光绪的表来说他没处理好 他没处理好跟慈禧的关系 其实他叔叔一心 他爸爸一选对他都有高级 让他第一就得做好 什么孝敬慈禧太后这一点 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对至深命运和王朝命运 都是一件其实不错的事 但是他偏偏没处理好跟慈禧的关系 怎么说没处理好关系呢 光绪跟慈禧的矛盾 焦点就一个是权力 他们矛盾的突发点就是 光绪要权而慈禧不放权了 而慈禧不放权了 大家知道在中国古代它不是现代了 那时候女子没有政治权利 慈禧把持国家政权缺乏合法的依据 他把持国家政权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皇帝幼小 他以皇帝妈妈的身份的代行皇权 是母亲对孩子监护权的一个验身 但是他好像说孩子大了之后 人家能够自己形势不需要监护的时候 你不觉得把权还给了皇帝 慈禧也是这样承诺的 而且确实是把权利还给了光绪 但是他还的是形势 没有还十字 说你亲政吧 让你掌权吧 但是他还用各种方式来控制政权 这样来慈禧就显得仰尔无信贪得不压力 不仅光绪对他不满 其实啊 一百年来史学家 提起慈禧永不满足的权利欲 都一概持否定的态度 但是我感觉吧 我们跟简单的一份田野谴责 不同的是啥呢 我们得深入分析 你批他骂他还不容易吗 自己为什么不犯权呢 我感觉权利这个玩意啊 跟毒品类似的碰不得 否则的话呢 就可能上一人一旦拥有权利 恐怕忠神离不堪塌 在专制体制下 基本没有统治者自动放权在县里 相反大祸临头命死都不交权的利子 不光中国的外国也就那样 卡拉贝最后突然水皮管那里也不交权 就给拖出来给毙了 撒不乱地底 然后给挖出来 这也不交权 所以你不要简单地去潜着 权利是什么 权利是财富是成功是安全感 那能扔啊 那能放啊 所以慈禧他不可能放 拖一步说 只要慈禧亏一天 光绪就注定了当慈禧亏赖的命运 在这点上 光绪他爷爷 他爷爷 他爷爷的爸 他爷爷嘉庆皇帝 已经给他做出了把呀 嘉庆登基的时候 贤隆太上皇嘴上说交权 实际上卧权不放 光绪逆来顺兽 熬到四年后 太上皇受荣用紧 才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之群吧 那么光绪皇帝 他只能去效法他的太爷爷 但是我想 光绪皇帝不可能做嘉庆皇帝 他一生的命运注定是悲剧的 因为他必然要站到慈禧的会里面上 为啥呢 你想嘉庆登基时 乾隆已经85岁 所以还要活几天 庄孙又有盼口 你在光绪亲政的1889年 慈禧才55岁 瘦终正起的那一天遥遥无息 你说吉人不吉人 庄几年孙子不难 男的是赚几十年的时候没啪口 谁甘心一直被操纵 所以你说光绪你咋不学嘉庆 那是赞兽啊 不邀他 嘉庆登基时他拔到85岁了 估计很快就不行了 但是慈禧那时候呢 慈禧那时候很硬啊 他55岁啊 你再活30年就惹什么惹 传故的慈禧 慈禧活100岁 光绪也得平抗 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持光绪 这个人不太讲毛绿了 你跟慈禧要权 你不能直接达到目的 还有温度和退让的办法 不能强硬 那还可以迂回嘛 就这么说呢 你不能够直接达到目的 还有迂回的办法 怎么迂回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不是揽权不办法 我不管了 我全让你管 慈禧肯定得批评过去 你皇帝你凭什么不管事儿 你不负责任 你没出息 你必须管 是不是就把权 就能要来一些了 所以你不能直接达到目的 还有迂回的办法 不能强硬 还有退让的办法 退一步 说当时的中国 我就弄个破烂摊 他一万管让他管去呗 等他玩够了 玩不动了 自然就是光绪 是吧 你非要跟他要 你越要他又给你 越要也不给你 你不要了 他反而他可能给他 另外 慈禧寿终正寝的那一年 光绪皇帝才38岁 作为这个大国的元首 那正是好时候你急杀 你38岁 大国中国国家元首 清朝国家元首 别说中国 清朝国家元首 那不正好年龄 你急什么的 光绪不能做家庆 还在于慈禧跟乾隆不一样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光绪做不了家庆 还在于慈禧跟乾隆也不一样 乾隆在了六十年 漫长的时光是满超大神 习惯于乾隆的永存 更何况乾隆是家庆的妈 他操众政权 不会有任何人指责他操众政权的合法性 因为儿子听爸爸是中国古代传统 相信慈禧是一个女性 是一个女性 她本身就没有执政的合法性 她跟光绪名为母子 没有事实上的亲子关系 当时不满慈禧专制的人非常多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对光绪寄予厚望 他们推动光绪 他们驾动光绪 所以光绪天生地占到了慈禧的对立面上 所以我在节目里说的话 我说光绪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样一来他注定就占到了慈禧的对立面上 他的命运也就悲惨了 也就悲惨了 光绪命运的再一个悲惨更远 还在于什么呢 无需变法的失败 无需变法它不能成功 为什么不能成功 因为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 不光是法有弊端 也有文化落后 国民素养落后等诸多因素 更多是短期的努力就能成功 更多是短期的努力就能成功 光绪没权还急于求成 把这围起唐华一线 最后被刺激恶杀 自己呢也陷入到命运的深渊大战区 我们这么讲吧 无需变法进行了103天 进行103天 103天当中你能推行一项改革措施 但是我都认为你光绪是咬不起 几会它发布了180道品证商议 谁给你落实根本就实行不了 那么它命运的再一个悲剧给你 就在于什么呢 无需变法的失败 然而我们还有一句话 说它是一位失败的英雄 怎么来理解呢 光绪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是 戊戌变法的发动者 在它漫长的秦国生涯 傀儡生涯当中 抓住烧众祭祀的司机 吹响了变革的号角 掀起了看成是闪遍惊雷的戊戌变法 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 它伟大伟大在哪呢 光绪皇帝打开了中国百年变革大潮的闸门 虽然失败了 但是闸门给打开了 它迈开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这一步迈出去了 光绪就倒下了 但是今后中国的统治者 它也只能按照这一条路走下去了 伟大就会加深 而且尤其让我们感慨的是 光绪是以失败者的身份 完成这一个伟业的 你说光绪不知道变法可能会失败 它也全了很多 梁启超先生他讲的是光绪搞得想变革 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一种豁出去的心态 如果成了中国就被挽救了 不成 不成也比王国小 那么从小生达在深宫的帝王 有这份情怀 我感觉应该刮目想叹 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用自己的失败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必有之路 所以光绪它远远超越了一个王朝皇帝的极限 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和独立富强大业的现身者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位失败的英雄 另外它也是我们中国史学界普遍肯定的进步皇帝 我讲晚清到皇帝 道光嘉庆 咸丰 普遗光绪 大家说你说天道 我说我讲的这个顺序 那我先讲道光 然后呢 说那你再讲道光他爸爸 叫道光他爸爸 家庆 家庆他宿得吧 咸丰 跑到咸丰 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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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宿得吧 不意外 然后就 电了过来去逛训 我们很难说道光是个坏人 也很难说是个好人 家庆道光 家庆咸丰 都是这样 溥仪我们很明确 他应该至少不是个坏人 那是中国共产党树立的变形啊 他虽然以前是坏的 后来他改好了嘛 要不你就放他呢 但光绪明确明确是这样的 他是个中国近代的一个进步者 我想啊 光绪已经死去一百多年了 一百零几年 这一百零几年 你说长也长 说短也短 说长 我感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百零几年 为啥 因为在光绪广明确的时代里啊 我们中国人男的书辫子 女的裹小脚 面黄鸡寿 半鸡半饱 目光呆滞 过着那样的生活 但是一百零几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中国 已经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成就 我们已经成了世界第二把上的经济体了 那么我们这一百多年走过了欧洲国家几百年的历程 所以我们说它是什么呢 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百年 非常长 走过欧洲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啊 但是我说这一百年又是很短的一百年里面信不信 所以我感觉啊 我讲道光的时候 我有一个观点 我说是遥远的 昨天 遥远就是远 那么昨天就是近 你比如说 我们虽然取得了那么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走出了 发展于光绪时代那场社会大变革 困扰光绪广力的问题 比如西方亚洲 经济危机 励志腐败 民生问题 不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吗 光绪探索国家的发展模式 我们今天社会也还在探索 还在探索 所以它很短 从光绪这部书上 我想很多问题值得深思 也可能在某些方面 会给大家一些启迪 那么好多人问我 我说读你这个书有什么启迪 我说这不好说 我看读者怎么看吧 最起码呢 获得一种陶冶 或者一种阅读的享受 或者是知道了一点 过去不知道的事 或者哪句话 对你有点启运 你比如今天像我讲 这么一个小时不到 那么你们的收获 可能也就是一句话两句话 如果要失败了呢 一句话都没有 我们记那么多老师 你像我过去那么多老师 这些老师有的让我不忘 也就是一句话 不忘而已 我们回顾过去啊 不是为了欧哥 也不是为了欠 对吧 更不是为了让人们 不忘过去那点事儿 人们大脑的容量有限 不可能什么都记得也不能永远记 那么我们更主要的目的 还是先人的足迹当中 吸取一点智慧 让自己啊更聪明一点 或者说站在先人的臂膀上 让我们看得更高 所以呢我每一部书的前言 最后都有一句话 感谢先贤敬畏历史 谢谢